108年12月底 有民众在寿芳香县道193路边 发现了两只落潮的黑赤鸠幼鸟 经联络后送到了花莲县野鸟学会 鸟类收容中心来安置 这几个月来 在收容中心义工悉心的照顾下 14号的下午 在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花莲县野鸟学会和寿芳香 自学国小师生的目送下 一同祝福顺利的重回野地来生长 108年12月18号 在收封香193县道路边 落难的黑赤鸟幼鸟 经过花莲县野鸟学会 鸟类收容中心 半年来的悉心照料下 今天下午由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花莲县野鸟学会 结合收封香自学国小师生 共同进行野放 黑赤鸟在台湾为二级保育类 流鸟猛禽 栖息在开阔的平原被耕地 有着高超的飞行能力 能够正式悬停在空中 主要是以鼠类 小鸟爬虫类为食 白蓉蓉的羽毛 让学生看到都相当的兴奋 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 看到黑赤鸟飞翔 我们的这边 飞翔觅食休闲 然后有时候会看到的鸟 如果受伤的话 小朋友都会跟通报老师 然后老师就会想办法去做自己 野鸟协会理事长表示 一旦民众发现有落难的雏鸟 还是希望建议民众 能够跟野鸟协会 或者是花联县政府相关单位 进行联系 才不会造成鸟类的伤害 这边是怎么样的救到这两次的鸟 就是小鸟 它是一整潮 同一潮的小鸟 然后就 就是有人减食到 然后就送给我们处理 然后养了一段时间 发现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 刚好配合学校这个训导活动 那这个环境也不错 大家应该都看到 这个环境很好 自学国小校长非常感谢 野鸟学会能够来到学校 让小朋友体验 非常有意义的课程 藉由会吃鸟的野放 让小朋友提认 尊重生命与环境的重要 那这次能够参与 这个野放的这个过程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是一个很新奇的经验 我想对小朋友来讲 也是在他生命中 也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 一个除了是生态之外 也是对生命 一个尊重跟重视的一个经验 自2011年 首度在云林海滨 发现繁殖记录后 其族群迅速在西部平原扩散 花脸鸟会会员 在2010年3月 更首度发现黑翅渊 在凤林镇有竹槽御厨的记录 近年来已经能在凤林 寿丰 捷安等农田空中 捕获这个滑翔 在空中美丽的摆设身影 野鸟协会呼吁民众 看到受伤的鸟类 能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救援 让鸟类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与空间 记者林杰寿丰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 з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